这一题要谈的是一个电流问题 当然我们的重点就在于列方程式 怎么从这里列方程式呢 所以第一个方程式我们要知道 电流就是流进会等流出 所以这边从这个分割点进来的跟除去的要一样 所以我们会有I1加I2要等于这个I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利用那个电压 我们可以列出第二个式子 所以第二个式子就是跟我们说 根据这个上半的回路 我们知道怎样呢 我们知道这里的电压是16 但这个电压呢其实是怎样 它会经过了I2乘上这个三欧母 那还有I3记住哦 这里也是I3 这一串都是I3 I3乘上这个二欧母 所以两个加起来会等于这个16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圈 接着呢大圈的也是一样 就是二乘上这个I2 加上这个二乘上这个I3 我们也会得到这个16 所以我们现在就列出了三个式子 三个位置数 所以这里很容易呢有一解 所以我们现在利用怎样呢 我们现在利用的是那个第二式跟第三式相减 这两式相减我们会得到这个关系 那从这里2I1减到3I2等0 我们就知道I1比I2会是什么呢 会是3比2 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是3比2 但是又透过这个的关系 我们就知道I3会是3比2比5 那接着呢我们再把它带回这个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就知道3乘上I2加上2乘上I3 那这样就变到6T跟10T 那加起来等于16 所以T就是1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三个电流是3跟2跟5 所以这题的重点就是怎样呢 重点就是说你要从这个电流总和去列 那另外呢每一个回圈 这并连的每一个回圈 你都可以列出一个怎样 总电压相同的方式来写这个方程式